提起挖矿,大家想象的是辛苦地在矿山用笨重的机器挖掘 希望运气来临,能够挖到金子或者其他贵重的宝贝 那么在区块链的世界里,大家也经常提到挖矿这个词 比特币的挖矿是什么呢? 那么挖矿的矿工又是谁呢? 那么是不是矿工也有可能像挖金矿那样一无所获,而付出兴起的劳动呢? 那么这一刻,我们将讲授比特币世界里最重要的劳动过程,工作量证明机制 那上一章我们讲到比特币这个区块链系统,是个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维护的账本 那账本里如果有一个人写了一页的话,这网络里所有其他人要同步更新这一页 在这一页内容上记上相同的东西 那账本的每一页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数据储存的单元,叫做区块 而这个区块呢就相当于我们,每新出一个区块就相当于新记了一页的账 那么每一页记账的间隔时间呢是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十分钟出一个区块 那每个块呢首尾相连,就像这个账本里每一页首尾相连一样 这就是区块链的数据结构 而每一页里记什么账呢? 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点对点的转账比特币的交易 所以比特币它是一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那因为这个账本要得到维护这个账本的所有每个人的同意 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那这个账本每添加一页的时候该怎么记呢? 该怎么去添加这个区块才能够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呢? 那今天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下比特币系统的共识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区块链账本上新添加一页的时候 怎么样添加这一页 怎么样添加这个区块 block才能够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那比特币的共识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大家都从与最长链 就是要最长的那个链才大家一致认可的 只有将区块接在目前网络里最长的这个链 那个区块呢才会是有效的 那么第二,通过辛苦的计算 第一位抢先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那个人呢 才能添加这个区块 也就是说比特币这个区块链账本上 每添加一页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 第一,这一页添加在哪里? 如果网络里有好多条链 只能添加在最长的那一链上 第二,这一页由谁来写? 那大家都同意一条一致的链 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网络里有很多条链 那肯定大家只能同意一条链 因为那一条链才是权威的,记账的这么一条链 我们只能同意一个账本 不能说有好几个账本大家都同意 所以呢,只能是大家都同意那条最长的链 才是最权威的账本 那为什么网络里会出现很多条链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呢,网络人实际上是互相不认识的 各自的网络速度也非常不一样 当区块链上新产生的一个区块 有的网络慢的人他可能没有看到 那网络快能可能就看到这个新区块了 他就会在这个新区块上 接上自己挖出来的区块 但那个网络慢的人 他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新区块的话 他就会在旧的那条链上呢 继续挖矿,接上区块 所以呢,网络里可能会出现好几条链 那么也有可能两个人同时抢到的记账权 他们都能够添加区块 那么这时候,其他的矿工 该在哪条链上继续接自己挖出来的块呢? 那么就依据他们自己的判断了 过一段时间,网络里总会出现一条最长的链 所以到最后,大家只承认那条最长的 那么在两根坐量证明机制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哈希函数 那以前我们讲过哈希函数 它是通过计算,把任意形式的数据 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一个文件也好 把任意形式的数据变成一个固定长度的值 也就是说在这个左边的漏斗 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数据 计算机里储存的文件 都通过哈希函数的运算 变成一个固定长度的值 那比特币网络用的哈希函数呢 是密码学里面的SHA256 它通过计算呢,这个SHA256 这个函数可以把任意形式的数据呢 变成一个固定长度为256位数的值 这张图中,这个SHA256 函数呢,它把这句话 实际上就变成了下面这一行数 这一行数呢,有数字 也有字符,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区块链的每一个区块包含的内容呢 是区块头和区块体 两部分的内容 那么区块头里面有六部分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版本 也就是version 也就是说现在的区块链网络 用了什么样的版本 因为经过很多年之后 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也有一些变化 第二个内容是previous block header hash 也就是说是前一个区块头的哈希值 第三个内容是时间戳 也就是说这个区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第四个是难度 第五个是nance 第六个是merc root merc root呢,也就是说 当前区块所含有的 所有交易信息对应的一个哈希值 那么这个nance 是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关键 只有第一个抢先找到nance的人 才能够在区块链的账本上 新添加一页 创建这个区块 那需要找什么样的nance呢 找nance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刚刚说过比特币网络采用的 哈希函数1256 计算出来的是个256位数的值 那么工作量证明机制就是指的是 需要找到这个nance 使得当前区块头的哈希值 小于一个系统规定的数 那么这个数是什么呢 它用数学公式表示的就是 2的256次方除以难度乘以2的32次方的称积 那具体怎么找出来 这个数是很大的 所以需要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 我们自己口算肯定是算不出来的 那么只有找到相应的nance 让当前区块头的哈希值 满足这个系统规定的条件 那么这个区块就由这个 第一个抢先算出这道题的人来创建 那么创建的区块里的帐 就由他来写 所以这一页就由他来添加到区块链网络里 这个就是挖矿的过程 大家能够注意到 找到这个满足系统规定的哈希值 实际上是随着这个难度的增加呢 这个值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这个难度是在分模里 所以当难度越高 那么要找出满足系统条件的这个值呢 就越来越小 所以难度是衡量找到这个规定的 哈希值有多难的指标 我们用这个全闪子的例子来举例 闪子呢一共有六个面 一共是123456 这六个面 如果我们要求 闪子甩出来的数呢 必须是小于等于6 也就是6除以1 那么这个难度是非常小的 这个分模是1 为什么小呢 因为你随便一甩 那闪子肯定是123456当中的一个 所以呢这个难度是非常小的 但是如果要求你甩出来的闪子 是小一等于2 也就是说 这个数必须是小一等于6除以3等于2 那么这个分模是3 这个难度就增加了很多 因为你有可能甩出来的是45 也有可能甩出来的是3 所以呢 甩出12的 大概率呢你需要甩3次 比如说你甩一次是12当中的某一个数 再甩一次是34当中的某一个数 再甩一次是56当中的某一个数 所以呢为了甩出这个甩子 是小于等于2 它的难度比甩出一个数小于等于6 要难多了啊 所以呢这个分模啊 一般来说是衡量 大概率你需要甩多少次的这么一个数 那中本从很早 他就遇到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 每个人的电脑可能能量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呢用的基本资源会越来越强 那么如果把难度设得太低了 大家找到这个系统规定的这个满足一定哈希值的这个nance 可能就非常容易 很快就找到了 所以呢这速度太快 中本从呢就在2009年创建之初的时候 他规定难度为1 然后呢定期调整难度 让难度呢越来越大 使得区块头哈希值需要满足的这个值呢 是越来越小的 那么他设立难度的原则是 每过2000年16个区块就调整难度 使得平均每10分钟出一个块 就说平均每10分钟才能找出这个nance 满足系统规定的这个哈希值 那么如果10分钟出一个块 一个小时就是6个块 一天就能出24乘以6等于144个块 那么2000年16个块出144 相当于14天 所以每14天 比特币系统就会调整难度 来保持平均每10分钟出一个块的速度 那么找到这个nance 使得当前区块头的哈希值 小于一个已知的数 有那么难吗 我们来回想一下上一集 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哈希函数的两个特点 第一呢是说 已知哈希函数的值 我们不能倒推出原始的值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知道这个区块头的哈希值 需要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已知条件 就是小于等于这么一个已知数 就是说2的256次方 除以难度乘以2的32次方 小于这么个已知数 我们还是很难倒推出原始的信息 也就是说 那个区块头里的信息呢 是倒推不出来的 就不能找出相应的nance 那需要怎样才能找到那个nance 算出这道题呢 其实就是不停的试 就像抽彩票一样的不停的试nance 那算对应的区块头哈希值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有nance把它放进去的话 算对应的区块头哈希值非常容易 那直到当前区块头哈希值 就小于那个系统规定的时候 那么在中本中创建第一个区块的时候 难度肯定是最低的 它当时呢 把难度设为了1 那难度唯一的意思就是说 需要试难度乘以2的32次方 也就是说 1乘以2的32次方 需要试这么多次 哈希函数的运算呢 才能够大概率的找到这个nance 也就是跟我们刚刚举的那个甩甩字例子差不多 要大概率的要是 就是分母的那么多次 才大概率的能找到一个 满足系统规定的那个值 所以这时候分母是1乘以2的32次方 那现在有多难呢 我们看看在2020年5月份 63万这个区块的时候 难度是写的是16.1T T有多大呢 大家都知道 兆是以M表示就是100万 T呢是代表着Terra 实际上是万亿的单位 是10的12次方 也就是说 现在如果我们大概率的 能够找到满亿的nance 使得这个区块头的 哈希函数满足系统规定的这个条件 是要试多少次呢 是16.1万亿乘以2的32次方 这么多次哈希函数 那么当一个人找到了满足条件的nance之后呢 他需要给全网络进行广播 就是说所有网络的人都要验证 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满足条件的nance 这个验证的过程是很快 因为把这个nance一输进去 做一个哈希运算实际上是非常快 大家就能够验证出 他找到nance 是不是满足系统所规定的那个哈希值 那么既然找到系统规定的很小的哈希值那么难 维护网络的人为什么要干这么一件 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呢 我们请大家继续学习下一节 矿工的激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